聊斋之一 蒲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道士 有个雷势显贵的人家出身的子弟叫韩生 很好客 同村有个徐某常到他家来饮酒 有一次 韩生正在宴请宾客 有个道士来到门上花园 家人往薄梦中放钱或两米 道士都不要 但也不走 家人一怒之下 就转身进门不理他了 韩生听敲门声响了很久 就问家人是怎么回事 于是家人将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他 话还没有说完 道士竟走进门来 韩生请他入座 道士向在场的所有人行礼后便坐下 和他聊了几句 才知道他是刚刚来到村东破庙住下的 韩生说 道长是何时来的 我竟没有一点听说 没有好好招待你 真是惭愧啊 道士答道 我这云游野人 刚刚来到宝地 没有什么交友 听说君士您很豪奢不吝啬 就想来喝杯酒 韩生就请道士饮酒 道士含有酒量 开怀畅饮 徐某见他衣裳蓝绿 对他轻慢 很不礼貌 韩生也把道士当作一般的江湖时刻看待 道士喝够了二十多杯才告辞离开 从此 韩家每次宴会 道士就会前来 有饭就吃 有酒就喝 韩生对他也有点厌烦了 有一次 正在饮酒 徐某嘲弄他说 道长天天做客人 怎么不请别人去你那做客呢 道士笑道 道士和您一样 都是两个肩膀顶着一张嘴巴而已 徐某感觉羞愧 答不上话来 道士说 话虽这样说 不过我还是很感谢各位 道士后一定尽力准备一点薄酒 聊以答谢 饮完酒 道士又嘱咐道 请各位明天中午赐宠光临 第二天 韩徐二人相邀前往破庙赴宴 均不相信道士会宴请他们 他们向破庙走去 道士已在途中等候 三个人边走边谈 不知不觉来到庙门口 进门一看 见到全新的寺院 楼阁连绵不断 两人十分奇怪 问道 好久没到这里来 什么时候见成这样了 道士打道 刚进攻不久 等到进入内室 只见陈舍更加华丽 气派超过了世家大旗 二人不由肃然起敬 刚刚坐下 就有人上菜敬酒 仆人都是会侠而善解人意的童子 十五六岁 穿着锦绣长衫 珠红断鞋 韭菜芳香鲜美 极其丰盛 吃过饭 又上了些点心 那些珍奇的水果大部分不知道名字 装在水晶玉石盘里 桌子都被盘子照亮了 珍酒用玻璃盏 大概一尺粗 道士又吩咐童子 把十家姊妹喊来 不一会儿 两个美人走了进来 一个身材苗条奇长 像一颗柔弱的垂柳 另一个身材矮小 年纪也小一些 两个姑娘温柔娇美 世间难寻 道士便吩咐他们唱歌 祝酒兴 年轻的拍板唱歌 年长的吹冻宵半喝 声音非常轻柔 清脆 一曲歌吧 道士举着酒杯劝酒 又让两个姑娘给客人针上酒 并看着他们问道 很久没见过你们跳舞了 还能跳吗 于是 几个仆人将地毯铺上 两个美人相对舞蹈 长长的山袖飘舞 香气四散 跳完了舞 他们便斜靠着屏风站着 徐、韩二人神魂颠倒 竟不知道自己已经喝醉了 道士也不再照顾客人 自己喝了一杯 起身对他们说 就请二位自珍自饮 我稍休息 马上就回来 说完 就在南墙下摆了一张木床 上面镶着贝壳 两个美人铺上紧端被褥 扶着道士躺下 道士搂着年长的美女一起睡觉 让年少的美人站在床边为她搔痒 徐韩二人见状觉得很不平 徐某大叫道 道士不许这样无礼 想要上床去阻止她 道士急忙起来逃跑了 徐某看到年少的美人还站在床边 就将其拉上北床 公然搂着美人躺下 再看南边床上的美人还在睡呢 徐某就对韩生道 你怎么这么迂腐 韩生便上了南床 他想和美人亲近一番 但美人睡着了 一动也不动 韩生就从背后抱着美人睡着了 天亮后 韩生久也醒了 梦也醒了 就觉得怀中冰冷的慌 一看 自己竟然抱着一条长石躺在台阶下 他见徐某还在睡 正枕着一块毛坑里的石头 呼呼大睡在破厕所里 韩生将他踢起来 两人都非常惊慌 私下一看 只有一庭院的荒草 两间破屋而已 我去吃了诀快